再说会咱求助这观众男朋友的事 他不仅不适合吃恶焦糕 还得赶紧去脾胃的热 这脾胃有热 脸上起痘痘还是轻的 时间久了呀 对脾胃的伤害也就会更大 那么这种情况呢 它主要就是一个胃中有热 胃热的话吧 有好些办法 有直接清胃热 用黄帘黄秦清胃热 还有一种办法呢 吃胃阴来降胃火 我比较赞同的各位朋友们呢 先用一个缓和的办法 滋养胃阴 让胃阴族呢 他自己去把火消除 你不要用外来的药物 直接把这个胃热去消除 因为什么呢 直接用外来的良药把胃热消除 这个得具备一些专业知识 不是老百姓拿过来就用的 因为那些药物 卸火作用很好 同时用不好会伤人 伤人劲会很大的 所以说呢 我还感觉呢 用一个柔和的办法 好 我给带来一个好的 一个小的方子 这个方子呢 就叫十壶卖冬茶 十壶卖冬 两个要 十壶卖冬泡茶就行 用开水泡茶 十壶和卖冬 其实它俩有个共性的作用 滋养胃阴 滋胃阴就能够降胃火 因为胃火和胃阴之间是一对矛盾 此生彼长 但这个清热劲不大 都用多少克呢 各五克就行 要是泡茶饮 那这个量就不小了 茶也怎么喝 他就怎么喝就行了 就喝多久 如果不见效就 这个各五克这是一天的量 吃一周就可以了